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如果 热巴哥特风经验 暗黑气质爆棚 手持黑纱似玫瑰 热巴尝试哥特风造型经验众人 网友热议其多变魅力 此次突破不仅展示其时尚感 也体现了他演艺事业上的探索和创新 网友普遍支持并期待热巴未来更多惊喜 热巴这次的哥特造型可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一身暗黑装扮 那气质简直就是拉满了 手里还拿着黑纱 看起来就像是一朵娇艳的玫瑰 真是美翻了 说到热巴 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多才多艺的演员 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到你是我的荣耀 哪部剧不是火的一塌糊涂 这次他一改往日甜美形象 大胆尝试哥特风格 真的是勇气可嘉 看来热巴不仅在演技上有突破 就连在时尚造型上也不甘落后啊 网友们对热巴这次的造型也是议论纷纷 有的网友说热巴真是越来越敢尝试了 这次的哥特风造型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暗黑气质完全hold住 还有的网友调侃道 热巴这是要走黑化路线了吗 哈哈 不过真的很好看 也有一些网友表示不理解 热巴怎么会选择这种风格呢 感觉有点不符合他之前的形象啊 但不管怎么说 热巴这次的造型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热巴的这套造型 黑色的长裙 神秘又优雅 配上浓重的烟熏装 真的是暗黑气质爆棚 尤其是他手里拿的那块黑纱 随风轻舞 就像是暗夜中的一朵娇艳玫瑰 既神秘又迷人 这种风格的热巴 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完全不同于他以往的任何一个角色 其实 热巴的这次造型转变 也体现了他在演艺事业上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作为一个演员 他不仅要在演技上不断挑战自己 更要在形象和风格上有所突破 这次的哥特风造型 无疑是他对自己形象的一次大胆尝试和突破 除了热巴 还有不少娱乐明星也尝试过类似的暗黑风格 比如蔡徐坤 他之前在舞台上的一身黑衣造型 也是惊艳了不少粉丝 还有王一博 他的黑色皮衣造型也是酷到不行 这些明星们通过不同的造型 展示了自己多面的魅力 热巴这次的哥特风造型 虽然让一些网友感到意外 但更多的人还是表示了支持和赞赏 作为演员和公众人物 不断尝试和突破自己 才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新鲜感和惊喜 从这次造型的反馈来看 热巴的时尚感和勇于尝试的精神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喜爱 热巴的哥特风造型 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不仅展示了他的多面性 也让我们看到了 他在时尚造型上的无限可能 作为他的粉丝 真的是越来越期待 他未来的更多惊喜了 这次造型的成功 也给其他娱乐明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只有不断创新和突破 才能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无论是演员还是歌手 都需要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 不断尝试新的风格和元素 以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每个人对于时尚和美感的定义都是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更喜欢热巴之前的甜美风格 有些人则更喜欢他现在的暗黑风格 但我们都应该尊重和支持他的每一次尝试和突破 因为 这不仅是他作为演员和公众人物的责任和担当 更是他对艺术和时尚的热爱和追求的体现 我想说 热巴的歌特风造型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只有勇于尝试和突破自己 才能在娱乐圈这个瞬息万变的舞台上立足 期待他未来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作品和时尚造型 同时 也期待更多的娱乐明星能够像热巴一样 勇于挑战自己 不断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和时尚品味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热巴不仅在造型上有所突破 他的演技也一直在不断进步 从最初的甜美少女到现在能够驾驭各种复杂角色的实力派演员 他的成长和进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他未来在演艺事业上的更多可能性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虽然可能无法像明星那样频繁变换造型和风格 但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尝试和创新中汲取灵感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 我们都可以尝试新的方法和思路 挑战自己的极限 追求更好的自己 热巴的歌特风造型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 更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演员和公众人物的勇气和决心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未来更多的精彩表现吧 同时也要勇于挑战自己 追求更好的人生 再来看看网友们的热议吧 有的网友表示 热巴这次的造型真是太惊艳了 完全颠覆了他之前的形象 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还有的网友说 我一直觉得热巴是个很有潜力的演员 这次造型的突破也让我看到了他在时尚方面的无限可能 也有一些保守的网友表示不太适应这种风格的转变 但总体来说 大家对热巴的这次大胆尝试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在这个追求个性和创新的时代 我们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决心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热巴的这次哥特风造型 无疑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